AI它一定要有一個出口 我認為大家觀察的這個出口 下一個口就是什麼 就是中東 那為什麼大家知道 中東只要轉型 所以中東現在很有錢 那娟姐你看他講的 一個廠 就是要200億美金 所以五個廠 他現在阿聯酋說 我打算拿1000億美金來投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中東的廠 基本上電也不夠 水也不好 所以它其實整個設備 會拉起來 這千億美金很可怕 是三點多兆 但是這個你不用怕 它有什麼阿聯酋的主權基金 阿聯酋 聽阿聯酋大家不用怕 這個不是幌子 富到流油的 富到流油 大家知道嗎 去年主權基金 在所有的投資資產部位 是三千億美金 所以它等於三千億美金 你說我三千億美金 當然這一千億不是說 馬上投 它就漸進式的投 所以它等於是什麼 整個規模有錢也有 要塞到什麼 半導體的產業 小的計劃就是這叫做LINE 就是什麼 直線程式 這個直線程式 直線程式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簡單跟大家講 以前我們城市不是說 我台北到台中 可能300多公里對不對 但是它現在 100多公里 但是它現在反過來 它把城市變成是垂直的概念 垂直 垂直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開車 第一個大家知道 這個垂直 我們看到這個 你有城市裡面 第一個不用開車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摩托車 為什麼 因為你的所需 從下面到上面都有 它是垂直性的城市 所以它基本上 它不用開車 不用摩托車 它怎麼樣去 延續 它的交通問題呢 它有什麼 它有地下的高鐵 它在埋在地下高鐵 說怎麼樣 它的速度什麼 500公里每小時 所以就是說 整個直線城市 500公里 最南邊到最北邊 20分鐘就到了 所以你要辦事情 坐高鐵 坐地下的高鐵 你要買東西 整個城市是垂直的 所以它是垂直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這種 所謂直條形的 所以它叫做Line 而且這個已經在建了 那現在的話 已經在建了 2030年 6年後就準備成功了 所以這個畫面 你不要以為是電影畫面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國家 所釋放出來的影片 他告訴你說 他們的未來城 在2030年建航之後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而且為什麼要建這個城市 就吸引高科技人才去嘛 而且它幾乎 全部都是用AI 全部都用AI 所有你都自能 所以自能的人才進去 進去怎麼樣 提供什麼 醫療設備 所有的你買的東西 都在你的上下 兩公什麼 兩公里以內 你步行大概就會到 那整體來說 裡面沒有車子 全部都是綠化 而且怎麼樣 把水跟電都拉進來 有個最新的消息是 台積電去美國設廠 去日本設廠 去德國設廠 現在要去哪裡設廠呢 有點跌破眼鏡 要前進中東嗎 而且這是華爾街日報報頭 可信度蠻高的 華爾街日報說 台積電和三星都要去 而且這一次設廠的金額 超過1000億美金耶 對 所以說我想 其實現在都要有新的題材啦 所以說 如果AI它一定要有一個出口 我認為大家觀察的這個出口 下一個口就是什麼 就是中東 為什麼大家知道 中東只要轉型 所以中東現在很有錢 那娟姐你剛才講的 一個廠 就是要兩百億美金 所以五個廠 現在阿聯酋說 我打算拿1000億美金來投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中東的廠 基本上 電也不夠 水也不好 所以它其實整個設備會拉起來 這1000億美金很可怕 是三點多兆 但是這一個你不用怕 它有什麼阿聯酋的主權基金 阿聯酋 聽阿聯酋大家不用怕 這個不是幌子 富到流油的 富到流油 大家知道嗎 去年主權基金 在所有的投資資產部位 是3000億美金 所以它等於3000億美金 你說我3000億美金 當然這1000億不是說馬上投 它就漸進式的投 所以它等於是什麼 整個規模有 錢也有 要塞到什麼 半導體的產業 說不定拿阿聯酋的錢 比拿美國政府的錢容易 這一定的對不對 他們比較乾脆對不對 以我們來看 現在整個中東可以說是 大咖都爭相到那個地方去投資 沒錯 大家看到 如果大咖去 標誌說怎麼樣 不是跟我們台積電 不是台積電而已 三層也去 而且三星第一次又跟什麼 它是阿聯酋要討論 大型晶片廠 所以這個是什麼 大型晶片廠 要準備來開發 而且除了三星之外 你說微軟 15億的美元就投資 中東什麼AI的巨破 這個巨破其實它怎麼樣 它就持續的去做投入 而且怎麼樣 整體來說它叫做G42 它做什麼 中東最大的什麼 AI的開發商 據說有機會挑戰NVIDIA 對 它有挑戰NVIDIA 所以就本來是這樣 變成是怎麼樣 中東大家現在記得 第一個是它有晶片廠投資 所以它三星才一件作為 第二個 它的軟體語言也要開發 然後誰就嗅到這個味道 我都跟大家講 你也要小心 華為也嗅到 為什麼 其實華為它不是說直接去投資 它怎麼樣 它的整個大型的語言的架構 用阿拉伯語來開發 意思又怎麼樣 它有開發阿拉伯語 所以如果要接軌 對不起 我華為也有 我華為的AI系列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最有印象的 就是什麼 就是San Ottoman 就是什麼 OpenAI怎麼樣 本來跟阿布達比說什麼 我要7億枚 它本來要自己做 這個是沒成 但是本來在年初的時候 它要要求主權基金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最有可能的 如果OpenAI找阿聯酋 又找台積電 它當時是什麼樣 我要自己做晶片 那到時候什麼 其實它的錢會很大 所以我認為從OpenAI 找阿聯酋再配上台積電 就有機會 那下面兩個也是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海康衛視也去了 商談科技也去了 所以現在一陀拉伯的大廠 都到中東去了 那為什麼到中東去 一方面是中東現在要品AI 另一方面當然是中東後業 據說每個國家都拿大筆的錢 要砸在AI上面 對 而且這個砸AI 我先說它類似一個願景 什麼叫願景 這Vision 所以說其實中東大家知道 現在的概念就是說 其實包含阿布達比 卡達 還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都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現在油 油賣得不錯 可是以後大家要什麼 綠能 要去油對不對 那油的占比一降低 我現在還很有錢 我要留什麼留給子孫 所以他們所有的願景都是什麼 我要油的比重降低 科技比重提高 那科技就是AI 如果大家聽過 黃仁勳之前就提過了 AI的算力及國力 所以我再回到包含你看 中東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我們沙特 還有我們看到了阿聯酋 和科威特 各位都知道 他的願景都怎麼樣 接下來就是把AI變什麼 變成一個城市 而且AI有兩個 一個是AI的晶片製造 第二個是什麼 AI的軟體的開發 所以現在的中東就怎麼樣 把油賺到的錢 開始往這些AI來做投資 我們說這個才是新的火水 好 不過我們說真的 中東的AI真的是做得很厲害 對呀 真的很厲害 你不要以為他們只是會賣油 對 不是的 他們現在砸大錢做的AI 包括這所謂的新未來城 在2030就要落成了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 我去看的影片真的就是 大家就想 那類似都是以前你想的科幻片 這個整個大的區域叫做NEO 叫NEO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以前什麼駭客人物不叫NEO嗎 它這個叫做未來的什麼 未來就在現在 就是NEO is future 就快要接近了 它這一次推出的是什麼 它這是一個大的計畫 小的計畫就是這叫做LINE 就是什麼 直線程式 這個直線程式就是 其實程式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簡單的跟大家講 以前我們的程式不是說 我台北到台中 可能300多公里對不對 但是它現在100多公里 但是它現在反過來 它把程式變成是垂直的概念 垂直 垂直的概念 意思就是說你不用開車 第一個大家知道 這個垂直 我們看到這個NEO的程式 第一個不用開車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摩托車 為什麼 因為你的所需從下面到上面都有 它是垂直性的程式 所以它基本 那不用開車不用摩托車 它怎麼樣去 處理它的交通問題呢 它有什麼 它有地下的高鐵 它在埋在地下高鐵說怎麼樣 它的速度什麼 500公里每小時 所以就是說整個直線程式 500公里 最南邊到最北邊 20分鐘就到了 所以你要辦事情做高鐵 做地下的高鐵 你要買東西 整個程式是垂直的 所以它是垂直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這種所謂直條型的 所以它叫做LINE 而且這個已經在建了 那現在的話 已經在建了 2030年 6年後就準備成功了 所以這個畫面 你不要以為是電影畫面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國家 所釋放出來的影片 它告訴你說 他們的未來城 在2030年建坊之後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而且為什麼要建這個程式 就吸引高科技人才去 而且它幾乎全部都是用AI 全部都用AI 所有你都自能 所以自能的人才進去 進去怎麼樣 提供什麼 醫療設備 所有的你買的東西 都在你的上下 兩公什麼 兩公里以內 你步行大概就會到 那整體來說 裡面沒有車子 全部都是綠化 而且怎麼樣 把水跟電都拉進來 所以大家 他們裡面也講 水是他們第一個 要處理的課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水是怎麼樣 要先淡化 然後再淨化 所以它現在都在做 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回來看 這是2030 對沒錯 眼下已經實現的是 他們的空服員 現在也有AI了 對 所以他們最厲害的 包含我們說空服員 它是AI空服員 叫做SAMA SAMA 基本上是 就是在卡達航空 卡達航空的AI空服員 大家看到 這就是AI空服員 那這AI空服員要幹嘛 其實大家就 你把它想出的是什麼 是天上的Siri 所以你有任何問題 其實你在做航空的時候 你就問Siri就對了 滿漂亮的 對 當然 AI做錯了 很漂亮 對不對 你要穿多少 就穿多少 對不對 你要多漂亮 就多漂亮 都可以調整 重點是 以前是不是要有空服員 現在不用 你在卡達航空上面 有任何問題 你就問SAMA 問他之後 他就馬上回答你 回答你之後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真正的空服員 才來解決你的問題 我認為他們在做這個 就是已經在超前準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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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